嗨,大家好,我是Kevin 有一次亚马逊CEO贝佐斯问巴菲特 你的投资理念非常的简单 为什么大家不直接复制你的做法呢? 然而巴菲特说 因为没有人愿意慢慢变有钱 或许你们也有曾经想过要靠股票致富 可是到底要怎么做才能做到不亏钱呢? 况且还是只有单靠股票这个方法 就可以达到财富自由呢? 那么如果说你很努力钻研巴菲特的书籍 少说有跨一百本的 你都把它看完了 难道你就都融会贯通了吗? 然而市场上有将近70%的人 都在模仿他的投资方法 那么为什么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人出现过第二个巴菲特呢? 很简单啊 这都是因为他们没有办法 领悟巴菲特的六大核心技能 你们知道吗? 巴菲特将近99%的财富 都是在50岁后才获得的 我们要模仿成功的人士 不仅要模仿他们的方法 还要有更重要的面对失败的态度 今天我就来分享巴菲特六大投资方法 如果你想要提早财富自由 影片一定要看完 并且为这部影片点赞 确保你忘记后 还可以从播放列表 再找回这部影片 顺便一提 这个频道主要分享理财 提升自我的 如果你不想出过免费讯息 你可以订阅我的频道 然后打开小铃铛 也祝福为这部影片点赞的兄弟姐妹 早日达到财富自由 好的 那么是哪六大投资法则呢? 第一 投资的第一个法则 就是不要赔钱 第二个法则 是不要忘记第一法则 欸 Kevin 你这不是在讲废话吗? 有哪个投资人买股票想赔钱呢? 那么巴菲特到底在说什么呢? 其实呢 这句话是由于来自他的老师 班杰明·格拉罕的投资哲学 他的导师在投资的时候 就特别注意安全边际的意思 意思就是 投资的公司内在价值 大于市场的价值 并且达到一个安全边际的程度上 我举个简单例子来说 假设我们牛肉在生产过程中 我们需要人力 饲料 运输 等等所花费的成本 这就是牛肉的本身价值 那我们假设牛肉的价值是 100美金等于是1斤 但是呢 突然间 所有的牛都得了狂牛症 没有人想要吃牛了 那么牛肉卖不掉 所以价格就会往下掉 价值100美金1斤的牛肉 就算是50美金 卖1斤也不会有人想要买啊 这时候呢 牛肉的价格就会低于本身的价值 然而股票市场就跟这个牛肉市场也是一样的道理 那么 涌入市场的资金就会增加 然而股票就会上涨 就会出现所谓的牛市 但是呢 如果像出现COVID-19的疫情大爆发 导致全球经济退缩 股价大跌 大家都对股票市场很不看好的话 纷纷把资金都退出股市 这时候就好像狂牛症来袭一样 牛肉的价格就会往下跌一样 价值100元的股票也会往下掉 可能到后面连10元也卖不掉啊 而如果这时候你入场花10美金 就可以买到100美金的股票 等疫苗出来了 风波过去了 经济开始慢慢回到从前过去了 价值100美金的股票也会回到它真正的价值 达到100美金的原本价位 这时候你就可以大赚一笔 所以一定要记得 股票的价格并不代表现在该有股票的价值 而是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 股票的价格会低于应有的价值 而这个时候买入将来就能够赚到钱 这就是投资价值的重点核心 然后还要搭配下一个更重要的心法 第二 在别人恐惧时贪婪 在别人贪婪时恐惧 我永远记得巴菲特最经典的投资案例 华盛顿邮报 在1972年那次的大雄市中 华盛顿邮报股价大跌将近了50%以上 然而巴菲特判断认为 该公司的大幅被低估了50%以上 巴菲特认为是该大赚特赚的时机已经到了 1972年2月的时候 他在27美元的价位买入了18.6万股 到了5月股价继续下跌 跌到了23美元 他又买入了4万股 到了9月股价已经跌到了21美元以下了 他在20.7美元的价位再次买入18.1万股 成为了华盛顿邮报公众股的最大股东 占比整个华盛顿邮报接近10%的股份 然而到了1970年末 巴菲特投资总额由原本的1100万美元 缩水了到800万美元 缩水将近了30% 也就是说巴菲特从27美元一直买 买到了20.75美元 而且越买越多 到最后还被套牢了三年 结果到了1975年还是亏损了6% 非常可怕 正常人早就润赔离场了 但是你知道10年15年的结果吗 10年后华盛顿邮报价格翻倍了20倍 15年后翻倍了35倍 难以置信啊 这就是巴菲特的名言 在别人恐惧时贪婪 巴菲特认为只有傻瓜 才会在牛市买股票 如果你有本身一些投资的经验 你是否在股价下跌的时候 就恐慌的卖出呢 还是你可以像巴菲特一样 相信自己的眼光 持续的买入呢 欢迎底下留言分享经验给我 所以说当时市场开始恐慌的时候啊 就是最佳的买入点 要以合理的价格 购买优秀公司的股票 而不是要以便宜的价格 购买普通公司的股票 但是巴菲特 他却从来不会炒底 因为没有任何的神人 可以预测最低的眼在哪边啊 所以巴菲特才会在股价下跌的时候 分批买入 他希望是熊市 因为熊市购买股票更便宜 他的投资的回报率就会更高啊 第三 我从不预测股市涨跌 也不设止损位 我只看十年后 巴菲特曾经于1994年的股东大会上指出 所谓的停止损位啊 就是短线投资的行为 不符合他长期线投资的性格 急入购买长期持一口后的策略呢 因此 他从不建议投资者设立止损位 因为他说过 我从不设止损位 也不预测股市的涨跌 他也曾经说过 如果你买过房子的话 比如说100万美元之后入住了 你是否会向房仲公司说 如果房价跌到90万美元 我就想要卖出 对我来说 这根本是不符合逻辑啊 那么为什么不将 投资股票试为买房呢 当然巴菲特说的长线持有 是经过你深思熟虑研究的大盘股 绝非靠消息 或是网络上的讯息的小盘股 大到自检 很多投资者啊 都不看基本盘面 而是看新闻或者是网络 或者一些迷人散播的消息啊 还是说身边有谁谁谁买了又涨了 开始自己感觉 是不是要赶快跟上才行啊 然而巴菲特说 如果你没有研究过基础投资 就像是你闭着眼睛在开车一样啊 如果你只是看着公司的股价 就是买股票 那么你一定容易出现亏损的 第四 自己的能力权 你应该知道 自己要大概来了解自己的圈子里 了解你自己是在玩什么样的游戏 买的是什么的商品 你对这个商品的了解优势 到底在哪里 非常的重要 你不必了解自己不懂圈子以外的东西 每个人啊 都是有擅长的领域 例如说之前巴菲特 大局卖掉台积电股票 记者呢 就发问他 为什么这些好的公司 你要卖掉呢 是因为看不好他未来的发展吗 然而巴菲特说 是出于对中国和台湾之间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的担忧 这不在公司的控制范围之内 所以我重新评估了这一部分 但是我没有重新该评估该公司的业务 管理层 或者是类似的东西 就算是台积电占熊本厂 最近股价也是平民上涨 它也是不购买啊 可惜的是 很多的投资人啊 喜欢在能力圈外行事 追最近很夯的股票 身边的朋友谁又赚钱了 又买了哪一只股票 然后买了自己看不懂的股票 到最后就变成韭菜了 所以说 自己的能力圈 并不是没有办法提升 是可以通过去学习 而成长的 第五 少就是多 如果你养了40只鸟 你就不可能对它们每一个习性 都非常了解 然而巴菲特的理由 同样于基于一个尝试 如果你买的股票越多只 你越有可能对其中的股票企业 越不了解 如果你对企业关注越深 你的股票风险就会越低 赚钱的机会就会越高 巴菲特说过 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 并且看到它 很多投资者都有可能听过 不要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 要均衡的配置 这样才能够有效分散风险 但是呢 巴菲特很早就提出了 投资就是要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 并且你要好好的看好它 意思是巴菲特采用集中投资者策略 但是巴菲特从来不会买一个行业 跟买一只股票而已 就像这张图片的资产配置 分辨它在长期持有对未来的看好 他也有说过一句经典的名言 如果你呢 不想持有一只股票十年 那么你连一分钟都不要持有它 第六 要有耐心 现在网络上非常的方便 只要查询就可以知道 巴菲特大量买了哪些股票 可是为什么我们都没有办法像它那样成功呢 这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它的耐心 我们呢 都知道它买了可口可乐 并且它也非常的喜欢喝 还有华盛顿邮报和吉列 挂舞到这只股票公司 然而你们知道 这三只股票 它持有了几年吗 将近有了16年以上 然而最终吉列这只股票 替巴菲特赚取了800%的回报 到底是为什么呢 因为巴菲特相信每天醒过来 全世界就有将近20亿的男生 要刮胡子 我们赚钱最需要就是要有时间 你不需要很聪明 但是呢 你需要非常有耐心 所以说巴菲特也鼓励定期定投的策略 只要你看好这间公司的未来 是可靠性可以发展的 每个月呢 不管股价多少 都可以买些少许的股票 每个人都可以学会 但并不是每个人采用定投 就是一定会赚钱 它呢 是要靠长期的获利 可能需要两年到三年以上的时间执行 但是呢 如果你遇到熊市 面临每个月的定投 你还要不断加码 这不是普通能够坚持的 还要等待漫长的结束 所以说大到自检 简单定投一点都不难 唯一的需求就是模拟你自己的耐心 如果你今天能够跟巴菲特定期定投购买股票 你有耐心能够等待16年 甚至20年以上吗 我们投资 是追求稳定的成长 而不是短线的操作 一夜的暴富 只有赌博 或者是买产券 但是我们都知道 自己不可能是天选资人 所以说投资的时间是需要等待的 好的企业发展 它也是需要时间的 没有那么多一非充天的股票的 能够爆发的股票 都是经过时间 岁月磨练出来的 所以如果我们投资心法 如果没有好的原则方式 反而是跟那些股票老师学习的话 那或许不是投资 反而是投机 我们每个人 应该都要有自己一套的投资武功 但是我们可以先选法 巴菲特的投资心法理念 第一 千万不要亏掉本钱 要买的便宜 第二 在别人恐惧时贪婪 在别人贪婪时恐惧 第三 不预测股市的涨跌 也不设置损位 我只看十年后 第四 自己的能力权 阅读提升自己 第五 少就是多 第六 一定要有耐心 好的 以上就是我分享 巴菲特六种投资的方法 内容有什么疑问可以给我留言 只要你们能够在我今天说的内容里面 让你的生活上过得好一些 我就心满意足了 那么如果你不想错过任何知识 自我提升而达到财富自由的免费讯息 我还是呼吁你订阅我的频道 然后打开小铃铛 然后无私的把影片分享出去 我真心祝福兄弟姐妹们 早就能够达到财富自由 好的 我们下次见 拜拜